巴黎奥运会虽已拉下帷幕 但运动赛场上的竞技精彩瞬间 却依旧萦绕在人们心头 在众人为无数金牌剑而欢呼庆祝之时 一些遗憾的身影依然值得人们为他惋惜喝彩 比如张本志和 因为这届巴黎奥运会 张本志和太惨了 8月8日凌晨 在男团半决赛里他输掉决胜局 无缘金银牌的争夺 还没缓过来 就又迎来一次重击 8月9日晚 日本男团再次2比3不敌法国男团 无缘同牌 尽管中途张本志和上场拉平比分 最终还是无法改变失败的结局 随着比赛结束 张本志和在巴黎奥运会上 拿奖牌的梦也彻底破碎 散场的时候 他还强称着安慰队友 后面直接自己绷不住擦了一把眼泪 事后面对采访 也是说着说着忍不住哭泣 当我们停下来回顾张本志和在巴黎的赛程 才感受到真的只有心碎 乒乓球混双手轮 刚准备大展伸手就爆冷输给朝鲜队 连八强都没进去 到南丹 好不容易闯入八强又碰上樊震东 被反超出局 最后一项团体赛 为日本拼下2比0的领先优势 无奈队友全输了回去 他扛住压力 在决胜局打到腿快抽筋 还是惨遭逆转 输给了瑞典 连紧胜的铜牌争夺赛 也输给了法国 四战四输 如此惨烈的战况 我见游连 连着连着 我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现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张本志和好象越看越顺眼了 这个血液里流着中国血的 00后日本小将已经为乒乓倾其所有 意味维护两国友谊背下 所有谩骂嘲讽 一些网友甚至辣评 回不去的故乡 容不进去的他乡 张本志和身上究竟散发的 究竟是怎样的光芒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作为中国队的老对手 张本志和最大的优点就是 服输 8月1日的乒乓球 四分之一决赛上 樊振东打出制胜的一球后 成功欢呼 张本志和蹲在地上 一脸落寞 但缓了一会后 立马走过去拥抱樊振东 用中文说了一句 祝贺 出赛场后 张本志和眼眶泛红 承认技不如人 我发挥百分百的实力 也打不过樊振东 拿不到奖牌 这是事实 最后他大大方方送上了祝福 并说希望樊振东这次能有个满意的结果 他拿到金牌的话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实际上 张本志和对中国的尊重 一直都是刻在骨子里的 最近刚出炉的名场面 16强比赛后被记者问道 怎么看待下一轮台北选手 他刚开口回答两个字台北 立马紧急撤回 重新说了一遍 Chinese Taipei 类似的事情 张本志合作了很多 2021年休斯顿世界乒乓球赛混双 中国队击败日本队拿下金牌 颁奖仪式上 当地给运动员们准备的礼物是一顶帽子 所有人都戴在了头上 面向国旗 等待奏向国歌 中国国歌声一响 站在银牌颁奖台上的张本志合 很快把帽子摘了下来 眼睛看着国旗 嘴里偷偷跟唱国歌 2022年在士兵团体赛 金牌得主又是国拼队 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那一刻 站在日本队里的张本志合也是一样 跟着中国队员默默对国旗行注目礼 除此之外 张本志合的翻译也堪称人情世故 队友输给樊振东之后 面对采访秘之自信 第一次打我其实能赢 跟樊振东就一分的差距 但反应过来的话我觉得我能赢 有机会赢 张本志合听到后 果断翻译成了谦逊版 对方是很厉害的选手 不管能不能打 还是要有拼对方的信心 最后一分很难拿 整体来说 找到了一点希望 一系列的举动 让人觉得张本志合和中国队打着打着 打出了深厚的感情 赛场之外 张本志合也是有着深深的中国情节 有一个日本节目要求他品尝一道菜 松露青椒炒肉丝 结果张本志合只吃了青椒肉丝 对菜中地道的川味赞不绝口 对于日本人钟爱的松露 他却直言吃不太懂 还有一次赛后的采访 日本翻译将中文翻译给他 张本志合听完张口就用中文回答 嗯 我觉得今天 说了几句后 突然反应过来这场合不能说中文 才立马切换成了日文 有时候打比赛可及了 张本志何来不及切换 便会夹杂着四川口音 喊出一句川普 帮我拿瓶白水 曾经有记者在采访时 要求他说一说四川话 张本志和嘴上说着自己只会普通话 但开口就是平翘舌不分 满口正宗的川普 果然 人对母语的熟练程度 是其他语言无法压制的 很多人都知道 张本志和的老家在四川成都 他是个根正苗红的四川人 父亲张宇曾是四川省队的乒乓球员 母亲张灵曾当过国家队的主力 拿下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1995年 张灵因为受伤从国家队退役 正是这时 马来西亚抛来橄榄枝 邀请他去当教练 夫妇二人便应邀一同前往 当了三年教练之后 张宇夫妇又辗转到日本 在仙台市开了一家乒乓球俱乐部 两人球技很好 训练又严格 漫漫在当地小有名气 生意十分红获 夫妇俩本想着转几年前就回国 可随着2003年张本志和出生 这个决定被暂缓了 小志和两岁就表现出了 对乒乓球的热爱 天天手里握着球拍把玩 耍得有模有样 一眼就是个好苗子 只是张宇夫妇没打算 让他走职业球员的路子 夫妇俩都清楚这条路不容易 更多注意力放在他的学习上面 母亲张灵最大的愿望就是 张本志和考入大学 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 可小志和对乒乓球的喜爱只增不减 抽时间在学习夹缝中练乒乓球 9岁就冲进日本锦标赛 成为参加该比赛的最年轻选手 随后又成为日本第一个夺得 小学以下全国比赛五连冠的乒乓球选手 早早就已经找不到同龄的竞争对手 日媒也称他是背负着日本乒乓球界未来的人 这让张宇夫妇看到了儿子身上的乒乓天赋 意识到没准他有机会走职业体育的道路 不过有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 如果之后回国发展 小志和肯定也得跟着回去 孩子虽然在日本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到中国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中国的乒乓球人才储备堪称恐怖 专业队的名额更是宝贵至极 就连乒乓女王邓亚平 曾经也因为身高问题被省队拒绝过 日本的机会倒是更多 但有个前提 那就是必须日本国籍才能进入国家队 参加国际赛事 张宇夫妇很是为难 可看着这么热爱乒乓的小志和 不忍他的梦想中途夭折 衡量再三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申请加入日本籍 将张的姓氏改为张本 也是从这开始 张本志和正式开始了 自己在乒乓球上的逐梦之路 而小他五岁的妹妹张本美和 也同样在日后走上了乒乓之路 到了中学 我也会平衡好学习和乒乓球 将来在奥运会中取得金牌 六年级毕业典礼上 张本志和一一脸严肃地说出自己的梦想 那时他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完成作业 之后再背上书包去培训班继续学习 这样强度地学习之外 张本志和兼顾乒乓球训练 每天都要练上三至五个小时 总是第一个到训练时 练到最后一个才走 天赋再加上刻苦训练 张本志和的技术突飞猛进 十五岁闯入日本锦标赛 横扫日本拼弹一哥水谷笋 成为最年轻的单打冠军 同一年在亚洲杯小组赛上击败当时 世界排名极高的樊振东 后又在日本公开赛上战胜大满贯的主张继科 一时风头无两 一年后张本志和又闯进世界杯 打出了震惊中日乒乓球界的一战 在半决赛上以四比二打败了 六边形战士马龙 才十几岁就战胜过国平的几大抢手 这战绩 让张本志和在日本稳稳坐实了 天才乒乓少年的称号 竹梦路上一帆风顺 学业上张本志和也毫不逊色 他以纯文化的成绩靠近早稻田大学 算得上文体两开花 然而 人生不会一直是一番风顺的剧本 历代日本乒乓球手的心目中 一直都有一个至高的理想 那就是战胜中国队 然后 一代又一代人一直努力到了现在 曾几何时 天真无邪的小智和出生牛犊不怕虎 然而后来 他渐渐感觉到事情不妙 除了一开始赢的那几场 此后他已遇到中国选手 结局都很惨烈 2018至2020年之间 张本志和在日平公开赛 亚锦赛 国平连总决赛等各种赛事上碰到徐欣 一次都没有赢过 2021年开始 他无论是和樊振东的单打 还是与孙颖沙王楚清的混打 也全是败绩 尤其孙颖沙和王楚清这队 张本志和碰到三次 三战全输 张本志和在赛后采访流的眼泪 大多是被中国队虐的 归根到底 随着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 他的技术特点已经被中国国手知晓 被打也就是手拿把掐 但扪心而论 张本志和的实力一点都不弱 比如巴黎这次四分之一决赛 一上来就打了樊振东一个2比0 吓得中方同胞都给小胖捏了把汗 这要是跟其他国家的选手 估计教练已经要提前开香槟了 然而他面对的是中国队 一个把世界冠军当土特产的队伍 2比0后樊振东直接血脉决醒 扭转乾坤 没办法 中国球员的乒乓实力就是逆天 所以在背负天才之名后 张本志和的日子一直都不好过 他长期在被嘲笑 和被网爆之间不断徘徊 每次对战中国选手 他只要呐喊打气 就会被群潮像摩托车一样吵闹 还有网友直接就管他叫摩托 日本那边对他也很不客气 赢了是日本的骄傲 输了则滚回中国 之前东京奥运会上 张本志和被寄予厚望 日本希望他能一战横扫中国 赢下奖牌 没想到 他站到赛场上没多久 就爆冷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达科 止步十六强 迎接他的是日本全网的谩骂声 称张本志和是没用的中国人 让他滚回中国养老 无论赢了还是输了 张本志和都逃不过被骂的命运 他最爱的赛场 却也是无解的困境 中国是回不去的故乡 日本是容不尽的他乡 儿时的张本志和应该想不到 父亲教自己大吼 为自己打气加油的方法 会在多年后成为赛场上唯一 为自己喝彩的声音 在本次赛场上 看台上的张富满眼交心 目光始终紧紧盯着儿子 虽然结局是遗憾的 但张富还是满眼感动和心疼 他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到儿子的不甘 作为终日两不爱的球员 张本志和已锻炼出了强大的心脏 每次赛场上 他哪怕被骂 也坚持大吼着鼓励自己 努力在前行 输球后 他都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然后回到球场上拼命练习 脚上的鞋经常都是破地 实在累到不行了 也只是稍微停歇一下就立马站起来 继续找问题 不断修正 每一次失败都被张本志和 拿来当作成长的机会 逼着自己精进球技 告诉自己要调整心态 再接再厉 正是这种魔力 让张本志和像个打不死的小强 哭过就会起来再战 这次巴黎男团赛痛失 争夺金银牌的机会后 他很快就又站到赛场上 跟法国争夺铜牌 在日本1比2落后于法国的时候 他上场以3比1击败高斯 为日本颁回一局 竞技体育这条路 他没有同行者 一个人始终坚持着向前走 从没想过改变目标或者放弃 中国队是他的对手 也是他的榜样 有采访曾问过他 你觉得兼顾学习和训练压力大吗 他说大 但没有中国队压力大 他们练的量很多也很辛苦 我练的质量不如中国队 还是要多练球 透过张本志和 其实能看到和中国队相似的特质 坚韧 抗打 拼命 想起你才有句话 你的价值 是你的对手决定的 优秀的对手 可以帮着成就伟大的生涯 实际上我们能有张本志和这样一个对手 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而一个热爱乒乓 尊重中国 且为梦想不懈奋斗的年轻人 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喜欢呢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张本志和和中国队真的会在顶峰相见 优优独播放